当之与人 智人 佛性本无差别 我们要知道与人就是比较笨的 那个智人 比较聪明的 佛性本来就没有差别 这个笨的跟不笨 那个都是我们自己障碍 假如说我们比较笨的话 是自己障碍自己 我们有一些障碍 障区 有环瑙障 有业障 有暴障 这些三障 障碍我们的 所以我们有一些就不通达 不了解 那我们要自己清醒 只要我们清醒了 很按照我们走研究的这样 观点的方向 一念不深 会进入我们本来面目了 不生不寐的佛性本体 整个呈现 那整个呈现 我们把它守住了 这个叫守真常 然后弃生命 把生命去掉 守真常 长光就可以现前 长光一现前以后 根成四心 就削弱了 那个时候我们就一定可以成就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这个佛性都一样的 智人跟语人都一样的 只言迷雾不同 只因为这个迷雾不一样 迷了这个佛就是众生 雾了众生都是佛 迷雾不同而已 所以我们要这个居置在物 不要居置在迷雾 不要迷雾 一迷雾了我们害自己受苦 那么所以有语有志 迷雾不同就有分泰的语跟志 那么五经为收 摩赫波勒波勒密法 六指就是要讲 摩赫波勒波勒密法 属如等各得智慧 就是使大家都能够得到智慧 智心 地听 所以那个智心 那个智很重要 我们不要上智 那个智我们就是追求成佛 那个智不要丧失掉 所以我们了解 这个智心很重要 就是专一样 不要有成见 我们有成见的话 再来听这个讲经说法 再来看经书都没有用 因为我们会自己产生障碍 所以不要有成见 我们害自己最惨的就是成见 就是持观意识 我们持观意识太强了 就是害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不要有 所以这个智心 地听 无畏如说 这个六指 说智心 地听的时候 才要讲 那假如说 不智心 地听 就不说了 中文字幕——YK